2015年HKDSC Math Core Paper 2 第十二題 題目就說 Given that z varies as x³ and y² 當 x 等於 2 和 y 等於 1 的時候 z 等於 14 當 x 等於 3 和 y 等於 2 的時候 z 等於多少呢? 好,首先我們就寫出來 z 等於 k 乘 x³ 乘 y² k 是一個 constant 這句話呢 就是因為題目有y z varies as x³ and y² 所以我們就可以列出這條色 然後題目說 x 等於 2 和 y 等於 1 的時候 z 等於 14 我們就把這三個數 塞在上面這條色 就變成 14 等於 k 乘 2 乘 1 乘 1 乘 2 那便會得出 k 等於 7 乘 4 所以 z 等於 7 乘 4 乘 x³ 乘 y² 題目問我們 x 等於 3 和 y 等於 2 的時候 z 等於多少 我們就寫 x 做 3 y 做 2 就變成這條色 z 等於 7 乘 4 乘 3 乘 2 乘 2 按一按按機 就會知道答案等於 189 所以第12題的答案就是 DOT